歡迎大家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這節就是問答的時間 歡迎大家提問股票問題 如果你有證股問題問的話 打給我們 營光網上都有熱線電話 204-6566 訂閱地址依然都是ask at bschannel.com 歡迎提問 這節嘉賓是我們高級分析員 氏氣在旁邊 Havy 你好 事不宜遲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看看他們有甚麼要問 接通了第一位張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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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有一個87001會議 是 其中一個問題是 其中一個項目是北京東方廣場 是 那裏是合營企業 那裏是合營企業 是 是 是 我想知道 我想肯定 是 到時是否 這件事就不見了 變成沒有了 其實是的 觀眾你好 很心碎清 因為這件事是很特別的 REIT 我也有研究過 就是這樣說 這件事就是 我們平時說領匯 又或者是說智庫這些 防托基金 它沒有這些特別的條款 即是說領匯的商場 不會說50年之後 要交給政府 沒有這些東西 但這些嘉賓公眾 你很心碎清 因為你直接看會員裏面的 Terms 即是這樣說 其實有什麼啟示 對於股價 其實它是一隻有很慢時間值 選號的REIT 有一點點卵的感覺 所以暗鉗裏面 那個價值 即是說基金價值 其實是慢慢地選號 只不過選號的時間值 就會是很少 幾乎你在那個股價上面 看不到的 而且就是每一次它發佈業績的時候 它才跟你說 那個基金價值 那些NAV裡面 會不會有那個選號 但是你攤開50年 即是說你50年後 到期的卵 其實那個時間值 你都不會見到 有什麼問題在那裡 股價你都看不到的 所以如果這位 張先生 其實你買下去 我暫時去看 它就不需要說有太多的疑惑 即是如果你說 即是去到那個 那個資產到期那時候 那你可能要想一想 但是它現階段這個時間 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就是那個選號來講 你幾乎在股價裡面看不到的 而且大家都會反映著 就是一個最主要的什麼問題 就是它們自己 會不會在這個期間 即是它一直在派息 它的現金目都有在 會不會說有進行多 其餘的一些資產的收購 如果你說 有其他的資產收購之後 其實就填回這些時間值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 張先生 你不如看第一件事 就是那個股息 第二件事 就是它的可分派的收入有多少 第三件事 會不會有什麼收購 現階段上面來說 會言特別之處就是 它是人民幣計價的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說要擔心那個時間值 資產要還給 因為它那個合營公司有三間 完了之後 就詳實會給回這些商場 去那兩間公司 但是距離現階段的時間 還差很遠 所以我就不是那麼擔心 好 多謝Harry詳細的分析 希望可以幫到張先生 我們要轉聽下一位嘉靈觀眾的電話 第一旁邊有邱小姐 你好 兩位主持好 你好 你好 Herry你好 我想請問你 兩隻股票都沒有貨 請講 首先是騰訊 它跌到140元 你覺得這隻股票 應該哪位買入呢 還有它不知道什麼時候 業績 下個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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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哪位買會好些 第二隻 信義乾鈴案也沒有貨 你覺得這隻股票 那股票如何走返 以及哪位買入 麻煩你 好 先講一下騰訊控股700 現價在140.3元 跌超過百分之一 四個假日日後 就會公佈業績 即是星期下個星期三 嘉靈觀眾問 這個時候去到部署 你覺得140元 似乎有支持 這時候買又算不算高 140元是很吸引的 坦白跟邱小姐說 但消息面是不配合的 因為現在講的是 上一兩個交易日 就講的是支付那些 所謂的支付公司 就有一些政策的打壓 就是講的是 每一個支付有些限額在販毒 五千元 每年只可以最多 在支付寶上面 就交易二十萬 每一天只可以最多買五千元 這些消息出來 很多相關的科技 支付概念的板塊 一直都倒下來 騰訊也其一 他微信那邊 是有支付包 這個也有個問題 此其一 第二 今天開始 我想這兩天 其實 就在傳一個意見 國務院出的意見 說可能未來的洪峰包要抽稅 這個是很大的負面消息 但是 你說騰訊來說 邱小姐這樣說 消息面上不太配合 但是140元在估值上 開始吸引 如果你說是博業職的話 我會覺得140元左右 即是現價 你可以試第一轉 恐慌會落到138元 因為消息面上不太配合 但是究竟是哪個底部 這秒鐘都很難說 它一直有個下降軌 其實只是在估值 我建議你 大概140元的位置 你可以試第一轉 而看形勢上 會不會落落少少少 就是交第二轉 駁一駁 下個星期三個業職 就叫做對版 另外一隻嘉寧觀眾有興趣的 信義光能編號968 現時做三個四號三 都升至近百分之四 七月三號 七月末的時候 剛才有大巷唱好 就是摩通唱好 其中一隻是信義光能 嘉寧觀眾想買 現時來說 都調整了不少股價 這時候去到買又好嗎 它反彈了很多 我覺得 優小姐你不如給少少耐性 我在看 落到三個二樓下才買 即20天線 我覺得 接下來這隻 可以放它半年 看看 本身 主席很懂得玩財技 接下來 它在計劃 有一個長線的看法 將太陽能電廠拆出來上市 這是一個很長線的看法 有些小姐要留意 所以 你買下去 我覺得 不必急於在現在的聲勢上 追上去 我覺得 給少少耐性 它有機會落下三個二樓才買 接著 就要跟進電郵方面的查詢 有位嘉寧觀眾朋友 想問兩隻股份 一隻是龍劫銀行 一隻是國美 家庭觀眾沒有說它的名字 是甚麼 看到是 這兩隻是股份 看到是龍劫銀行1288 家庭觀眾說 4.49買了 現時最近三個半 換言之 就在捱過半左右的價錢 看到暫時來說 農行又沒有甚麼升跌 這時候應該怎樣部署 部署上 我覺得你要溝溝貨 因為距離很遠 但你溝溝貨之後 要想一想 就要給少少時間 再賺它 因為金融股 暫時來說 不是一個市場的焦點 但是 我見到股價 已經跌到去 那天大嵐市的價 那天大嵐市 跌到3.53 現在跌到3.5 現在你說 等一等 跌到近這些 雲子 我覺得可以溝一轉 跌到3.7 3.8 你說要回上家鄉價 就要給少少耐性 可能是年尾的事 但我覺得現在這些價錢買下去 會比較舒服和安全 始終如果你說 3.4 3.5 農業銀行 大家所知的負面因素 都已經pricing了下去了 另外國美電器493 現時做1.36 暫時升超過1% 家庭觀眾買入價是1.81 現在來講 可否去到交貨呢 其實見到股價表現 其實都回落 之前是前幾月衝高過 最高上一個是2.5 左右更加 但回落又不少了 家庭觀眾買了 現在應該怎樣做 唯有等 這隻就不要交貨 我覺得 主席黃先生 就已經淘空了整間公司 因為他其實將他旗下的 一些自己私人的 國美電器店店舖 其實都叫上市公司 現在有個天價 給他收了十幾億的製作 每間店舖成2千萬 這樣幫他買了 所以 接下來的前景上 大家會質疑他一件事 買回這麼多實體店的時候 究竟可否支持盈利呢 現在是一個網上的世界 以往買國美呢 我們都喜歡他的 O2O 即是Online 那邊的 所以 現在這麼多實體店 我覺得 大家都不太摸清 國美 正在怎樣 所以 現在 過百來講 我覺得 唯有等下 看看市會不會配合 我也會覺得 有些資金去炒 但這隻來講 就不像農業銀行 我不建議交貨 因為 走勢上 大家的基本因素 開始有些質疑 好 謝謝Harry 我們先休息一會 15分鐘之後 繼續有另外10分鐘的問題環節 如果你有那篇問題想問的話 繼續打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待會見 好